如果要评选最提升幸福感的家居排名的话 那么投影仪一定可以榜上有名 如果你要买一款投影仪的话 你是更看重参数体验感还是价格呢 如果是之前的我 我可能会好好纠结一下 而当我真正体验过坚果NES4K之后 他给我的答案是我全要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 不管是买什么产品 看到这一大堆参数之后呢 都会非常头疼 不知道哪个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乍一看觉得只要是4K就没问题的 但这里面还有大学文 其实我们要知道 与电脑屏幕这种自发光设备不同 投影仪呢是光源将光线投射出来后 再经过墙面的慢反射回到人眼里 所以影响画质和体验的关键点呢 其实就是光源质量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都标注4K投影仪 但回到价值后画质还是很不一样 因为光源没有选对 而目前市面上最顶配的 也就是IMAX影厅的同款光源 纯三色极光光源 拿握手里的坚果NES4K举例 它用的呢就是纯三色极光光源 对比度方面呢可以达到1600比1 是普通LED投影仪的3倍左右 相信大家呢也可以看出区别 在画面对比度和细节呈现方面呢 都优秀很多 像我日常追剧的时候呢 投影出来的暗场画面 就不会是灰蒙蒙的状态 亮部的区域呢也会非常亮 但暗部的细节呢也会保留下来 除了对比度之外呢 纯三色极光的色彩呈现也非常好 在同样的色彩标准下 坚果NES4K呢可以达到100%的色域面积 是其他LED投影仪的两倍左右 特别是看一些电影大片的时候 有好的颜色呈现真的太重要了 整体的氛围感和沉浸感呢都会好很多 当然我最喜欢的呢 还是它这个一体式算法的云台设计 抚养角度呢可以达到127度的超大角度调节 我可以直接将它放在地毯上去投影 也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是这样你还不爽 你也可以直接将它投到天花板上 它就变成了一个天花板巨木 这种体验真的超爽 日常移动对焦呢也非常快速 毫不夸张的讲 我还没反应过来它就对焦完成了 就算日常不小心触碰到它呢 也会实时校正 最主要的是不出现棋盘格影响观影 这个我认为非常重要 云台本体呢也非常方便携带 底部的把手设计呢 方便我们换地方经营投影 这样直接提振呢也非常稳 纯三色激光呢 一直是投影行业的头部标准 而这次坚果呢 将它的价格打到不到4K的这个档位 我个人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颜值方面呢 坚果一直发挥的很稳定 无论放在家里什么位置呢 都很大 我最后还会和你这里 你MAN在家里 Syrian